大家好,我是云朵说鱼 本期视频聊一聊张艺 张艺是一个不碰车的人 拍摄皮肤时和导演讨论到半夜 张艺摸了下导演的车子 感叹这车真好 没想到当晚正常行驶 车子无缘无故地坏在了三环 张秦毅刚买的宝贝越野车 也因为被张艺摸了一下 第二天车前面就被划出了一道疤痕 最可怕的是张艺开完杨荣的车后 杨荣在驾车上高速的时候 发生了溜滚事故 直接报废了 以至于张艺获得了摔神的称号 其实他这么倒霉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张艺这辈子的运气都用在了七岁那年 才导致他现在犹如摔神附体 1985年 松花江上发生了一起特大沉船事件 七岁的张艺拯救了全家人的性命 原本要和家人一起坐船过松花江 这是他家每周必须的休闲风俗项目 结果张艺太过调皮到了江边 就非要去动物园玩耍 家人又不过他 便放弃了坐船的机会 在动物园晚了一天 结果那艘船出现了沉船事故 伤亡无数 船上238名乘客 在距离目的地400米左右的地方随客船 一起全部落水 经打捞抢救 生还者67人 死亡171人 张艺为一次调皮救下了全家 所以大家都说他的运气在那个时候花光了 张艺成为影帝 那天 他的前女友化身蝴蝶 与其相拥 刚领完金鸡奖影后 张艺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香飞 当他要发表获奖感言时 一只蝴蝶就飞到了他的领结上 拿奖的时间是2021年12月30日 他苦守十年的女朋友在2004年因车祸成为植物人 在躺了整整十年之后 也就是2014年走 时隔七年 在张艺拿到影帝奖杯时 那只蝴蝶可能是他苦守十年 女朋友化身蝴蝶来看他 1997年 张艺两次没有考上博音员 无奈吓到了北京话剧团 认识了自己的初恋女友 两人情投意合 但不对不让谈恋爱 只能偷偷进行地下恋 他被张艺的性格深深吸引 两人谈了几年后 郭娜带着张艺回家 女方家境非常好 父亲是高干做过生意 母亲又是话剧演员 张艺是东北小伙 家境一般 门不当户 不对家境和背景的悬殊 女方母亲看到张艺的长相 还直接开损 可想而知他们在一起 肯定是被阻挠的 她妈妈说 我不像演员 说我长得不好看 像大队会计 说那个说我的这个脸 就像人那个让人一屁股做了似的 两人迫于家庭压力分手 不幸的是 女友在一次车祸中成为了植物人 张艺听到噩耗 立即放下工作去看望 以后只要有时间 她都会帮助照顾女友 这一照顾就是十年 直到女友去世 有一天在给她唱歌时 张艺发现她的眼角居然有泪滑落 她激动地跳了起来去找大夫 告诉她病人醒了 然而大夫经过检查后 不无遗憾地摇摇头 张艺刚刚窜起的希望火苗瞬间熄灭 初恋女友的父母 见张艺对女儿如此伤心 非常后悔当初棒打鸳鸭 可惜十年后 初恋女友仍然没有醒来过世了 士兵突击让王宝强跻身一线演员 可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张艺 却还要靠着借债度日 住着一百元的胡同小平房 三袋馒头 一大袋榨菜 张艺能吃三天 这就是张艺十年的龙套生涯 她将自己定义为演员 所以不接真人秀 不喜欢戴烟 凡是娱乐大众的活动都不行 因为很多演艺公司 也像对待温神一样 躲着张艺不肯签约她 直到删了她四个巴掌的 小学同学找来留 说她签约华裔 才帮张艺解决了温饱问题 30岁的张艺接到了我的团长 我的团 她更珍惜这次机会 为了附和人物 让身体更强壮 坚持每天做健身喝牛奶 结果那段时间 正赶上三具情案事件 张艺成为了受害者 不过没出太大问题 只不过身体却患上了不少的病痛 因为饰演的是位瘸子 戏拍完后 张艺的两条腿变得一粗一戏 右侧裂了一个裂骨 还得了肾结石 肩周炎 急性肠胃炎 不过好在连续两部的军旅剧 打开了名声 找来导演和本子的越来越多 直到陈可兴指导的电影 亲爱的钟张艺 饰演一位失去孩子的痛苦父亲 为他赢得了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 十年前 别人指着张艺的鼻子说 你不会演戏 十年后 张艺终于忍着冷眼语嘲笑 一步一步拿到了影帝 经历苦难的人才知道珍惜 所以张艺被加珍惜身上的羽毛 按钢 能平 会 没事